我们现在吃的鸡肉和炸鸡 70%都是这种40天的速成鸡 可能一辈子走路都没超过3米 这是一家大型速成鸡加工厂 这里简直就是小鸡的噩梦 每天至少有10万只鸡被宰杀 整个残忍的过程 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 首先 工人会把这些小鸡挨个筛查 一些不合格的小鸡 会被直接扔进绞肉机 做成猫粮狗粮 或者做成各种肉类零食的边角料 剩下的健康小鸡 从小就会接受多种疫苗 并在饲料里添加各种抗生素与合成药 鸡笼里封闭挤压 加上混浊难闻的气味 有些患上疾病的小鸡无法站立 双脚只能趴握在地上 即便如此 工人还会对其进行快速摧肥 直到体重变成4到5斤左右 也就是40天左右的时间 这时的小鸡才终于感受到了 室外的第一缕阳光 但这份短暂的温暖 也正是小鸡命运的终点 来到屠宰车间里 这些先进的设备 会把鸡肉分割成不同部位 流向市场 而这些40天的速成鸡 几乎没有鸡肉的香味 养殖户表示 自己都不吃这些速成鸡 只是为了追求利益和效益 工厂会把分割好的鸡块 加入专门调配好的添加剂 搅拌均匀后 肉香味就提上来了 再进行密封包装 当成三黄鸡售卖 剩下的鸡腿部位 有些进入了超市 有些进入了炸鸡店 40天的速成鸡 眼睛一闭一睁 鸡声就这么过去了 这就是白羽鸡 短暂而又悲惨的一生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我们 对它们最大的尊重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